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Rex带你踏上沿途 咱们上一期节目更新之后 这又俩礼拜了 朋友问说你又哪去了 为什么老不更新 因为我又去沿途去了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上班族 每年就那么点价 今年这是中秋十一 它不在一块 分开了 所以赶紧抓你时间 中秋的时候去了趟草原 那么十一的时候 前前后后 再多请两天 有个八九天假 那再去转一转呗 这回去哪 这回去海边 上一次去的是草原 这次东到大海 正好是回到了我的本省 就是山东省 不过不是去我的家乡 我家乡以后 给大家好好唠一唠 好好聊一聊 那么这次去的哪 山东号称是奇鲁之邦 奇鲁之邦 奇鲁之邦 大家都知道从哪来的 因为春秋的时候 这有两个主要的国家 一个是奇国 一个是鲁国 但是山东的简称 我们知道是鲁 其实奇国比鲁国要强 比鲁国也大 现在山东省 省界之内的范围 原来属于奇国的地界 比属于鲁国的地方 要大的多的多 为什么简称叫鲁 不叫奇呢 因为鲁国出了一个孔夫子 没什么办法 因为它影响力大 所以山东省简称的是鲁 那么这次我去的地方 正好就完美地避开了鲁国的故地 去的就是奇国 所以你看我标题叫放奇 当然奇国很大 当然你要看跟谁比了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的时候 奇国是大国 勤进其楚 春秋主要四大国 就是勤进其楚 但是奇国再大 它基本上也没有超出今天山东省的范围 而且很大一部分一开始属于鲁国 后来是被别的国家占了 你看我的家乡辽城 这个城可有年头了 有那么两三千年的历史了 你看这个城名反正一直就有了 实际里边就有记载 这个地方在战国的时候 就已经是奇赵的边界了 它属于奇国 但是你想这个地方 西边没多远就是邯郸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了已经 那辽城还属于奇国 这个地方就是边缘 它现在也是山东省的边缘 所以基本上奇国范围也就到这了 而且很大一块都不属于这个奇国的范围 泰山以北属奇 泰山以南属鲁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分界 那么所以杜甫有那首著名的诗了 这个望月 代宗福若和奇鲁清未了 你站在代宗 就是站在这个泰山之上去看的话 奇国和鲁国的地盘你都能看到了 那么现在泰山以南的这个什么泰安啦 什么屈腹啦 就是济宁啊 什么那个藻庄什么那块 那块都已经不是奇国的地盘了 所以奇国是个大国 不假 但是这大国的范围 其实就还没有现在山东省大 而且也就有现在山东省一半多一点 一半多吧 那么大的一块地盘 但是奇国依然是大国 春秋战国的时候依然是大国 而且奇国一说出来 都是一个比较强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有海啊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优势啊 因为他东到大海啊 当年给他分封的时候啊 奇国是在西州初年的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封给江太公的啊 江子牙啊 太公望啊 这个东至海西至河 南至木陵北至无地 五毫酒吧时得争之 啥意思呢 就是东边到一直到大海 西边到河 河就是黄河啊 咱说过了啊 这个河古代 只有一条河能叫河 就是黄河 而专程啊 木陵就是木陵关啊 在现在围方啊 大概是齐长城 在南边的一个边界 那北边到无地 无地现在还属于山东呢 对吧 山东无地 就在宾州那个地方 这么大一片范围之内 其国都可以实得争之 啥意思啊 就是 就啥说了算了吧 就是诸侯之掌 就这一片的诸侯 就归他管了 为什么呀 因为周天子天高皇帝远啊 周天子啊 就那时候还不叫皇帝啊 周王 周王他的起家之地 是在那个西齐 就是在现在西安附近那块啊 在关中那个地方呢 那离这边东边 在古代的时候 就真的是很远很远了 所以这边呢 必须要封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这里 那封的是谁啊 就是江子雅 这是周王的上父啊 就把他封在了这个齐地这个地方 当时是把他封在了迎秋这个地方啊 这是国都嘛 后来改名叫林兹 位置嘛 就在现在的兹博啊 兹博兹博就是林兹加上博山啊 合一块叫兹博 这地方就是齐国的故都啊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定居点 对吧 居点 根据地啊 咱们之前的演讲录节目里边 已经说过了啊 说分封制 分封制是干嘛呢 分封制就是把这些啊 这个美智美智的这力量 安插到这些原来蛮族居住的地区啊 相对于山东这个地方来说 现在叫山东啊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地方 齐地这地方啊 都是生活着一些东夷部落 把江太公这一支 就分到了这个地方啊 分到这之后 然后他去以此为据点 以此为中心啊 向周围去武装殖民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个东方大国 叫做齐国 齐国刚说最大的特点 就是因为他靠海 有渔盐之力啊 有通工商啊 就是他重视工商 重视渔盐 他有这样的一个便利 所以他能够发展起来 而且很早就能发展得起来 居民比较富庶啊 这个别小看是海边啊 虽然古代的时候 那时候航海技术并不发达 但是靠着海边啊 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那靠海能吃海 这是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条件 我不知道各位玩不玩游戏啊 我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叫做文明啊 Civilizations 就西德梅尔公司出的那个 现在出到六了 六发了没有啊 这个之前一直玩的就是 你只要是建一个城 在海边这个地方的话 你周围那些小房阁里边 那个产出的那个粮食 能够养活这个城市啊 就会非常非常的容易 但是你如果定居定在啊 就是建一个城建在一个内陆地区的话 周围的小房阁里边那个 种的那个粮食 养活这个城就很困难 除非你到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啊 就是你在海边自动的就给你增加了 那么一些这个食物的这个这个补充啊 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靠海的话总还是有一些便利的条件啊 总是比较容易能够达到富裕 那么靠着这样一个呃便利条件 齐国就很快发展成了一个大国 所以在春秋的时候呢 有齐桓公称霸 而且是在春秋五霸当中投一个啊 说他开的仙河 说这个天子已经不行了 暗入啊 怎么办呢 就得有人出这个头 那谁出这个头呢 出头的就是霸主 那第一个就是齐桓公 所以他提的口号叫做尊王攘仪 啥意思呢 你别光背这词啊 这为什么叫尊王攘仪啊 咱们之前的演讲录节目里边 多少说过一些这个事啊 就是当时的主要的一个活动 当时文明世界的主题啊 就是要在这个蛮族的 这个一片汪洋大海之中 能够立足 而且还能够发展啊 本来这件事情应该周天子带头做 但周天子自身难保啊 但是尼菩萨啊 君不见 蜂火系诸侯 这个周平王都动迁了啊 就是原来根据帝自己的那个都保不住了啊 躲到这个洛阳这个地方来苟延残喘 那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 那谁出这个头呢 就得有人替天子来出这个头 他又不能是天子 那就只能是一方强大的诸侯 在春秋的时候 头一个起来的就是齐桓公 他就看准了这个时候了啊 天下这些文明国家啊 都需要有这个人带这个头啊 带着大家一块啊 起这个盟 然后把这些蛮族部落什么赶走 或者消灭掉 那齐桓公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啊 就后边传为美坛 但很可惜啊 他这个继承人的问题没有搞定 他死了之后就齐桓就衰弱了啊 直接内斗不休 后来对外战争也不行 最后就衰弱下去了 但衰弱下去 他还是一个大国 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对吧 到一直到后来燕子啊 我们知道燕子始楚的故事啊 他当政的时候 齐桓又很强 而且一直也没有跌出前四去 不勤进其楚嘛 对吧 刚才就说了 但是呢 到战国的时候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齐国的这个公主 被一个外来户给取代了啊 齐国的公主原来是哪家呢 就是江家啊 或者说叫吕家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是江姓吕氏啊 这个古代的时候 在春秋之前 称男子的时候 一般称氏 称女子的时候 一般称姓啊 姓氏 姓氏那时候是分着的 所以从齐国家去的姑娘 一般都叫什么江 什么江啊 这个文江啊 唐江啊 这个桓江 庄江 这都这么叫 包括到后来孟江啊 孟江女啊 他可不是姓孟啊 那个孟是个排行 他其实姓江啊 这个孟江女 孟江女 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但就这么称呼 那称男子的时候 那称男子的时候 可是要称氏啊 就是齐国的这个国君 他是吕氏 但是呢 通常也不会把这个氏和这个名连在一块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是江上或者吕上 那都是后来的说法 那时候就叫太公旺 秦国的太公旺 江太公啊 好吧 这都分不清了 啥啥分不清楚 但是说到这个具体人名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说到齐桓公 他叫什么呢 他叫小白啊 公子小白啊 就是小白的意思 不是那意思啊 那个他姓江啊 而他是吕 那他是江小白呢 还是吕小白呢 不如就老老实实 就说他是齐国的公子小白 就这么说吧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视 看《纽约传》 看什么看多了啊 这个大秦帝国什么看多了 这都直接叫什么赢钱啊 什么赢政 那是秦始皇了 对吧 这个赢什么赢档 这都直接这么叫赢纪 什么什么东西的 敏玥这样的名字 这都不对路啊 人家就叫公子钱 公子荡 公子纪啊 这个秦王政啊 当秦王的时候是秦王政 他没有氏号 那自己有称号之后叫始皇帝 他可从来不叫赢政 如果就算连起来叫的话 也不应该叫赢政啊 因为他是赢是他的姓啊 他是男子 就不应该称姓 应该称氏 氏是什么氏呢 以国名为氏吗 秦氏 那叫秦政 有人说他出生在赵国 所以叫赵政 都不对啊 踏踏实实就叫秦王政 当王的时候叫秦王政 当皇帝之后叫始皇帝 嬴政 嬴政这都是后世叫的 这个扯远了啊 这个齐国的这个国姓 本来是江姓吕氏 但是后来就被他的一个外来户给取代了 外来户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陈国来的 陈国的公子丸 为了避国内的战乱啊 跑到了这个齐国 被收留了 收留了之后 就在这当了官 然后实实在的就在这扎下来了 陈国 陈国的公子丸呢 那他姓什么呢 陈国姓龟姓 一个女字边 一个为 为什么的为啊 就为 这个字现在还在用啊 像龟水河 什么这种地名里面还会有 但是你看他做姓的时候 也是女字旁啊 这个姓啊 因为刚说了啊 这是母系社会的一个遗存 所以这些姓 什么江姓啊 都有女字旁 对吧 这个姓姓也有女字旁 刚才嬴姓底下 王口院女凡 也是女字旁 这个龟姓也是女字旁 他是顺的后代啊 陈胡公满 他们是龟姓 然后呢 陈国的公子嘛 那这个以国名为氏啊 就是陈氏 然后他封在了田这个地方 所以也是田氏 我们现在还会说啊 陈田一家 陈田一家 陈氏就是田氏 田氏就是陈氏 这是一回事 那么田氏到了齐国之后啊 这个几代经营 我们说三代出一个贵族嘛 他本来就是陈国的贵族 到齐国开始经营 一开始不显身不露水 把什么国事 把什么崔氏啊 就我们崔家 都给干掉了之后 他就一支独大 后来取代了齐国的国君 他成了齐国的国君 他并没有改国号 所以他还是齐国 但是这个齐国的这个 这个王族啊 就已经改了啊 这这时候可以叫王族了 因为他后来称王了嘛 公主原来叫公主 后来从齐威王开始啊 叫齐王啊 这个战国是我们这个齐国 已经跟江太公 没有一毛钱关系了啊 在前面讲的全都是齐国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啊 从江齐到田齐 那跟我这次旅程 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次其实去的点 也并不多 因为这个时间还是太短 只捡了几个点去的 我这行程是从北京到青岛 在坐高铁嘛 原来说是自驾游 从头到尾 实在是太累了 这次路稍微远一点 就干脆坐火车去 然后到青岛租了一个车 租了一个礼拜的车 干嘛去呢 就在附近的地方转 往东走 往东走到海洋市 海洋市是烟台市 下边的一个县级市啊 现在是属于宜居城市啊 那真的是海边啊 有那个什么十里金滩啊 什么亚沙会的 什么那个海滩啊 都很漂亮 现在呢也不是旅游旺季 因为天已经有点凉了嘛 虽然是十一 十一期间 那也有空过来 但是海边这时候又下海的话 有点凉 所以说人并不多 哎呀 你要知道这是国庆节 国庆节 它难得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啊 还真被我是捡着了 我刚出来没多久 一看北京这边 十一期间 就是什么重度污染天气啊 然后在海洋那边 一看那个空气质量 才是各味数谈不上啊 这个十味数啊 也就二十几 二十七 好像多少 在北京怎么这也得三味数吧 这个我就感觉真的是躲出来了 人也不多 空气也清新 在海边真的是富氧 哎呀 真是不想回去了 然后呢 在海洋待几天 然后去东边 一直到了山东半岛的最东头 就是荣城啊 是已经归危害管了 荣城市的成山头 这是中国大陆 整个这个海岸线上啊 向东伸出的最东头的一个角 就这个成山头这个地方 专门到那个地方去啊 然后从那回来 又到了青岛 在青岛又转几天回来 整个其实就主要这几个点 所以这次的沿途呢 重点也就讲这三个点的故事 那第一个点就是在海洋附近这个地方 倒不是想讲海洋啊 海洋这个地方 你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山南水北为洋 海洋海洋 那就是在海的北边嘛 山南水北嘛 水北为洋 海洋那就说明它是在水的北面 就是在大陆这个海岸线的南面 它面临的是黄海啊 所以它在整个山东半岛 就在半岛伸出去的那个部分的 靠南面的那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补充一句啊 就是山东省这个轮廓非常有意思啊 想要知道山东地理太简单了 你只要伸出你的手就可以了 呃 一定要伸出右手 伸出右手握拳 然后竖大拇指这都会吧 啊 把这个大拇指向右稍稍一偏 偏个45度啊 偏个60度啊 把相当于就半横过来的那种状态 就是山东省的整个轮廓 非常非常的像 你就看伸出去的这个大拇指 就相当于山东半岛伸出去的最前头啊 山东半岛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啊 它最前边的那部分 那个精华的部分叫做焦东半岛啊 焦东半岛差不多就是这个大拇指 然后呢这个大拇指和这个食指之间这个空隙啊 这就是渤海湾的一部分 对吧 然后在这个四个手指头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啊 这个脚上 哎就是我家乡聊成在这个地方 鲁西北吗 这个地方 再向南这块啊 跟这个手跟那个腕部连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刚才说的鲁国差不多那个地界 哎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山东省 你就想知道它的轮廓 就看这个 这个高速的大拇指就好了 那么刚才说海洋在什么位置 大概就在这个大拇指的背侧啊 就相当于是在下面了啊 这个位置 那青岛就在海洋的向西 大概100公里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青岛这个咱们留到后面来讲 因为是回来的时候 在这边多待了多待了一段时间啊 这个倒是从青岛去海洋的路上 有一个地方 倒是有故事值得讲一讲啊 就是从青岛到海洋 中间会路过寂寞时啊 寂寞 寞 不是我寂寞啊 即将的吉墨水的墨 这个名字也很古老了啊 这个古城也是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啊 这个齐国的大城啊 首推肯定是都城林姿 第二大城就是吉墨 当然这个吉墨故城 并不在现在这个吉墨市的范围之内啊 在它旁边的相邻的那个平渡市 这两个市现在都归青岛馆 很有意思的是 原来青岛其实是属于吉墨的一部分 但是青岛后来被划出去了 划出去之后 结果反过来现在青岛在灌吉墨 吉墨的古城在平渡 但是离那个吉墨也并不远 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啊 就是田丹的火牛镇啊 就发生在吉墨古城啊 话说当年名将岳翼啊 带领着燕国为首的五国联军啊 就把齐国几乎就给灭掉了啊 但是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 最后就只剩下了两座城啊 一座是举城啊 就叫现在后来叫举县嘛 草头头一个旅那个字啊 举城 另外一个就是吉墨啊 这两座城别看只是两座孤城啊 但是坚持了几年之久啊 岳翼在前面七十几座城都是一鼓而下 但是到了吉墨城这个地方 围城五年是没有攻破啊 从中你也可以看到齐国人这个抵抗的这个意志还是很强的啊 但是抵抗的核心是谁呢 就是一个叫田丹的人 你看他姓田哎 不是姓田啊 咱们现在说习惯了叫姓田 那时候说他是田哎 就是他是王族啊 属于齐国王族的一个旁之啊 一开始这个吉墨的这个守城的这个将军并不是他 但是刚刚围攻的时候 这个将军就死了 后来大家就公推田丹来守城啊 为什么推他呢 就是大家逃跑的时候都比较狼狈嘛 都赶着打车啊 四散逃命啊 那时候的车啊 咱们原来有一期节目演讲路专门讲过啊 那时候车就都是木头 整个都是木头做的啊 就有车轴 有那个大车轮子 然后中间有霞 有浮条 怎么怎么样那样子 这个车轴就是这个车最脆弱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普遍来说 那个时候就是木头一穿就完 但是这个田丹就比较有远见啊 把这个轴啊 这个地方就拿这个铁皮给包了一下 这样就耐磨嘛 所以说你看那车开出去好远好远 大家逃命的时候 这个车轴就断了 断掉了之后 这就非常的狼狈啊 就一摔下来之后 那后边就追兵上来啊 那就那个命都没了 但是他的这个田丹的这家的这个车 就可以刚刚刚就开过去了 大家看他有远见 所以就选他作为这个成手 那么田丹守城 一直守了几年 但是老这么围着也不是个事啊 也得想办法啊 首先还不是到火牛镇这个地方 这火牛镇是后来最后最后的一招 前面要做足准备啊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把主将换掉 这阅翼太厉害 这是名将啊 而且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你别看 吉莫城打不下来 但这个跟形势有关 这个事咱具体再说 那要把它换掉干嘛呢 就是反剑计 但燕昭王是非常信任阅翼的 宜人不用用人不宜 燕昭王是非常懂这个道理的 那么田丹要在燕国使这个离剑计啊 离剑这个军臣关系啊 还真不容易 所以田丹就把希望寄托在 下一代身上了 这应该可以叫 关心下一代工程吧 这个下一代是谁呢 就是燕国的太子 他们就在那等号 号到这个燕王 就是燕昭王去世之后 他的太子继承了王位之后 他是对越义看不惯的 你想举国之兵都听命于越义 他这个王怎么办 燕昭王信任他 但是这个太子并不信任他 所以太子一当王之后 这马上就把越义就给换掉了 换成齐杰 那越义就连燕国也不回了 干脆就跑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误啊 但是从田丹这边来说 从齐国来说 这就是一个成功 把燕将换掉之后 然后又攻心啊 就是说就篡夺着这个城外的这个燕军啊 又把齐国的这些祖坟都给刨掉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一系列这种这种行动 都是使燕军啊 换散啊 纪律换散 军心换散 让齐国的百姓更加坚定的坚守之心啊 怒火生疼 然后准备反击 一旦到了人心可用的时候 田丹就记起了最后的杀招 就是这个火牛阵啊 弄上几千头牛啊 前边脚上绑上尖刀 后边屁股后面就是进了油 然后在这后边点着了 点着了 牛受惊了就往前跑 不管什么东西 横冲直撞 后面跟上五千赶死队 就往前冲 就把这个燕军阵就给冲开了 这本来这个燕军的斗志就不够了 你想在外边围了五年 早就那个气泄到不知道哪去了 这个胜利军 往这一冲就完蛋 势如破竹这个齐国最后得以复国啊 又从那个举城把他那个王给赢回来 这个齐国又算是还是东方一个大国 但是从此元旗大上 这件事在战国的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 这事就发生在吉末啊 吉末老城啊 现在已经属于平度式了啊 但是吉末这个名字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意义啊 我经过的时候就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啊 从这样的世界上 你也可以看到齐国人的这种精神啊 这种赋予反抗的这种精神啊 虽然其实一开始他们是超级大国啊 齐国一开始真的是东方的超级大国啊 西方的超级大国是秦国 在那个时候 东方的超级大国就是齐国 他们两个曾经同时称过帝啊 就是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皇帝这个词 这个皇帝这个词是秦始皇发明的 但是称帝这件事可不是秦始皇头一个干的啊 在战国的时候就有这个秦昭相王和这个齐敏王同时称过帝啊 东边叫东帝西边叫西帝啊 但是叫了几天就把这个称号摘掉了 但是可以想见当时是两强啊 这都不是冷战 这是热战 东方的强旗和西方的强旗 当时是非常强大的超级大国 但就这么一个超级大国几乎就被灭国了啊 这个元气大伤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终于还能复国 这就说明齐国人这个还真的是这个精神头不是盖的啊 那么这样一股精神在齐国灭亡了之后都还有体现 这就是我后来路过的另外一个地方 一看前面路牌指着箭头朝右边一拐 去哪呢 田衡岛 田衡岛现在是一个旅游区啊 其实我并没有去 但是看到这个名字就想到这个故事啊 这个田衡的故事呢就更有意思了啊 国画大师徐悲鸿有一幅著名的话叫做田衡五百世 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啊 这故事已经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了啊 而且已经在楚汉相争之后了啊 楚汉相争已经分出胜负了 向王已死啊 最后是刘邦啊当了皇帝 这时候呢 他发现周围这个诸侯 有一路诸侯没有想来朝和 没有臣服 谁呢 就是齐王田衡 齐王田衡这是 你看他又姓田啊 又按旧按现在的习惯说他姓田吧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这个姓氏河流了 田衡他们家 那就明显这就是齐国贵族吧 田齐的贵族 在齐国这个地方称王 其实一开始在秦末的时候 在齐帝这个地方称王的 并不是这个田衡啊 而是他的一个族兄叫齐王田旦 这个旦是一个丹利人 一个詹天佑的詹啊 就那个字 他后来死了 死了之后又是齐王田氏 齐王田荣 都是他族兄 一直到后来到齐王田衡 齐国这个地方是被韩信给平定的 然后他当时就逃到了海上 田衡就躲在了一个岛上 这个岛就是田衡岛 这个时候天下已经统一了 这个刘邦已经当皇帝了 那个时候的首都还没有定到长安 还近在洛阳的时候 就召见田衡 说你来向我臣服 你还可以当诸侯 你来了再说吧 这事 但谁知道呢 田衡就不想去 不想臣服于刘邦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个楚汉相争 结果胜负已分 这个汉王当了皇帝 那怎么办呢 那还是要去觐见的 他就跟他手底下这五百壮士 就作别 去面见刘邦 带两个人一块去 但是到了离洛阳 差不多有三十里地的这个地方 就说 反正是这皇帝想见我 也就是想见见我 看看我长什么样 那意思就是说 就看我是不是真的 就到了他这来 因为我不来的话 齐帝他肯定不放心 但我已经来了 现在这个地方离洛阳 也就三十里地 我现在把我的头割下来 你们拿着我的头去见 刘邦去见这个皇帝 应该是还头还不会坏 三十里地 加几快马加鞭过去 还是面色如生 你给他看一眼 是我过来了 也就行了 于是他挥剑自吻 让自己手下把头 送到了刘邦的手里 刘邦一看 哇壮士 对他们精神非常的崇敬 所以就封他这两个手下 说封你什么什么官 就把田恒以诸侯王之礼下葬了 但下葬了之后 这两个门客 也就挖个坑 自吻随着他的齐帮而去 这刘邦一听 我的天 这都是壮士 又一想坏了 他岛上还有五百人 赶紧去派人去招服 但这五百人听说 他们的齐帮已经死了 所以这五百个人 是全部拔剑自吻而死 这就是田恒五百世的故事 这就是齐人 齐人当年可是这样坚决不低头的 虽然是他还能封为诸侯王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毕竟是要向人低头 这就坚决不干 你要知道楚汉相争 当时的契机怎么就爆发起来的 这个汉王是怎么就能够明修战道 暗度陈葬 怎么能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因为齐王这边先造反了 因为项羽分封的这十八路诸侯 这就非常的不公平 尤其尤其就是齐国这地方分封的特别不合理 首先就是齐国这地方先造反 项羽是派大军去平定齐帝 这才给了刘邦一可乘之计 这楚汉相争才能真打得起来 也就是说楚汉相争先闹起来的 反而是齐帝 先闹起来的是在齐帝 最后天下平定 终结终结在这田恒五百世 你就可以想见齐国人的这种反抗精神 斗争精神是多么多么的强烈 为什么徐北红会画这个田恒五百世这样的话 这幅画就画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是为了表现中华民族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 不愿意受辱 宁舌不弯的这种精神 这也就是当年齐国人的精神 这种精神一直流传至今 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茫茫大海 大海是一望无际 横无际 对于齐国人的性格的塑造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咱们这期就先讲到这 等到咱们下期的时候 咱们再细细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听这个沿途演讲录的节目还不过瘾的话 欢迎收听我的收费节目 和莎士比亚的365天 沙翁和他的故事 在哪里听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轩辕十四工作室 在下面的自定义彩蛋可以找到地址 咱们这一期沿途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咱们给大家接着讲讲齐国人